你自己红了 这个歌红了吗 刘欢的那个《凤凰鱼飞》 非常红 它的那个片尾曲 就是刘欢唱的那个《凤凰鱼飞》 这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 有点不能接受 觉得就是太没有高潮 然后像蚊子在那里 就《凤凰鱼飞》是吗 对 但久了之后 你细懂那些歌词 然后旋律你记住之后 你会觉得 就是跟他的台词一样 就是说他不是现代人说话的人 我们现在经常看《宫》 或者是什么那种古装剧 你会觉得 怎么古代人在讲现代话吗 但是这个你就 但也不一定清朝人 就是这样讲话的 但是它有那种 但是那个韵味在 对 韵味在 伴随这种韵味 你看他现在是自己 他应该是自己在回顾这一身 回顾这一身 对 他刚入宫嘛 我相信很多观众 现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也都是看着 而且我觉得他非常好的 是他的服装好 然后扮相好 然后每一个妃子 这么多的就是女人 他们每一个人穿的衣服的颜色 包括他的妆容 其实孙力一个人的妆容 是从由淡到最后的盛装 对 就是他绝对是一个就是渐变 伴随着他位高权重的 他的角色 人物性格转变 是完全是吻合的 对 这些应该都是在他这个人生当中 有这种重要转折点的那种 他有地体服嘛 就是他刚出来的时候 是一个无知的纯真的少女 然后几乎是素颜 就非常淡的那个妆容 然后到他最后的那个 当太后的时候 已经是烈焰红唇 而且那个眼影往上画 往上画就是那个 就是表示什么呢 老眸深算嘛 你去画一个 老眸深算的那个样子就出来了 这个妆容的这个变化 说是因为其实伴随着 他的妆容的越来越重和浓 这个人物的内心越来越沉重 而且他把自己真实的想法 越来越隐藏在背后 这就这个这个浓妆啊 像是一个面具 他要遮盖甄嬛真实的内心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就是 他其实是一个创作者的 非常神秘的心思在里面 这个结构的 这就是那个刘欢的那个歌 《宋豪与飞》 你看他的